HELLO 大家好,我是HELLO 朋友圈頻道 那麼今天我要為大家帶來全新古幣封印的全卡詞分析 那麼這次隨著人類黑金、絲路翼的登場 也復刻了古幣封印 那這邊就來為大家介紹這個卡詞中好用的卡片 那這邊分三個等級 第一個如果說卡片旁邊有一個讚的話 就是可以練算是好的卡片 那如果打個三角形就是現在可以留著未來會有發展的卡片 那再來如果說完全沒有任何圖示的話 就是當前可能比較沒有用 所以比較不推薦練的卡片 那接下來的話,我們就為大家介紹這個全卡詞 首先是從黑金開始 那狗頭,狗頭本身是神竹或暗隊比較常會使用 那尤其是神竹 那這張卡片除了有常駐增傷之外 它也可以為隊伍帶來多一種屬性珠兼具新珠的功能 像是暗北歐,這種比較缺回復的隊伍可能會比較用到 那再來是瑪雅,沒什麼用 那再來是火炎熙,作為隊員是相當好用 有可以沒有debuff的常駐增傷 並且關掉還能夠轉新珠 算是火隊跟神竹必備的常駐增傷隊員 那水炎熙也是沒什麼用跳過 那在特哥的部分,相信大家免費卡片就抽到了 那如果說你原本就有練的話 不建議練複製人 那特哥他現在本身主要是當水隊隊長啦 或者是當隊員其實都算是還不錯 那美姐也算是目前人類級墓隊好用的神隊員之一 本身自帶超高幅度的界王拳 還有各種解斷能力 抽到直接練起來是不虧的 那再來是龐貝 龐貝當隊員有一個固版 還可以無私拼圖盾等各種解斷能力 所以以機械組來講他是必備的隊員之一 好那再來是秦始皇 本身現在作為隊長 欸解磨除成就還可以 當隊員也可以自選版面 都算是好用 那再來是大奶 作為隊長雖然說不太行 但是當隊員他可以移除加固版 所以也算是有用的 所以還是給個讚 好那再來是賈比爾 當隊長或當隊員的價值 目前都不太優秀 所以就不推薦練他 那在輕微的部分 現在在當隊員是比較有高價值的 他可以跨回合的擋中毒 並且他變身後也有超高血量 他可以放進木隊跟龍隊裡面去撐血量 向羽的部分則是當隊員比較多 他可以自選一艘 可以解高康盾 從此也可以拿來做極限爆發 那再來拉普拉斯 本身現在比較常當模組好用的隊員 那可以跟巴力去組合這個用組合技能 那更甚至他本身主動技能 還帶有牌珠等一些複合性功能 所以魔族缺隊員的話就可以直接把這張練起來 在這潘朵拉他可以搭配妖精或者是暗隊 那尤其是全新的人類黑金 他就思路易就可以搭這張卡片 組一個全暗隊 他可以打出自選的屬性攻擊 那打這種指定的屬性盾是相當的好用 再來是飛迷糊 速刷一些比較簡單的關卡還是會用他 跟這張卡片當隊員還可以移除整版 那所以這張卡片還是值得練起來的 持有的部分 如果你現在沒有任何神主隊長 有些還是會拿他來解成就 那並且這張卡片當隊員也可以自選版面還不錯 那接下來再為大家介紹更多的黑金 再來是今年的過年黑金莉莉絲 目前仍然是機械族最強的隊長 那更甚至他當隊員 也帶有解碎烈拉或直傷等 各式各樣的非常好用的結伴 所以莉莉絲假使你不拿他當隊長 當隊員的價值也是非常值得練起來的 那再來是客魂 現在當隊長可能不算是強勢 不過當隊員絕對是逆天的存在 有增加三橫行 而且還帶超級多的解盾能力 所以練起來 無論是在火隊或者是龍隊 都可以直接放下這張卡片 那再來是聶索一 目前主要是當隊長 如果你沒有抽到一些光神的話 是可以直接用他 結界成就還算可以啦 那打擊則是現在整個蛇魔逆天的存在 算是頂端的一個隊長 基本上有這張卡片 除非把他進入場啦 不然他現在沒有打太過的關卡 所以抽到這張打擊就直接練起來 絕對是非常op 那再來凱撒也是 現在是獸隊最強的存在 而且他本身的特色就是可以 內建無視反手消盾 所以只能用起來也是相當舒服 直接練起來絕對是很棒的 再來是星黑金絲路獄 現在人類也算是頂端的一個存在 內建超級多的解鈍能力 所以如果說你有很多人類好用的牛棚 直接把這張卡片練起來 你就有一隊非常強的人類隊伍了 那這邊看起來 黑金有用的卡片也算是蠻多的 接下來我為大家介紹唯黑金的部分 首先第一張是大媽 這張有玩北歐再練就好了 沒有玩北歐就完全不用練 這張不會用在除了北歐之外的隊伍 再來是巴哈龍 有玩龍隊一定要練 自帶解鎖無視固定連擊 超級好用還可以拿來撐血量 這張同理有玩獸隊 比如說凱撒之類的就可以練 一樣是拿來撐血量及常駐的增傷 再來有玩妖精就可以練這張 這張可以有各式各樣的解鈍能力 也還不錯 再來是光顏熙 光顏熙在純光神隊也可以常駐增傷 甚至如果說你有兩張光顏熙 還可以玩一種比較特殊的 無限開技能玩法 所以這張最多是可以練到兩張的哦 暗顏熙有光顏熙的時候再練 沒有光顏熙這張卡片也不用練了 好 再來是西遊神的部分 西遊神大部分還是都算是值得練的 尤其是打擊 有玩這個黑金打擊 就可以拿這張卡片當隊員 可以排珠增傷 還可以擋死都不錯 再來有玩光或神隊就可以練大勝 可以自選轉光珠 牛魔王的話則是有獸隊是必練的功能卡 可以拿來極限增傷 三太子目前仍然是不太有用的一張卡片 所以不太需要練 那再來海龍的部分主要是龍隊或水隊 比較常用的是拿來炸板 或者是增加血量 所以這西遊神在現在來講還算可以啦 好 那再來是舊系列的部分 這邊我們只挑有用的獎 那首先是月讀 月讀 常駐牌珠一定要練 那尤其是現在新的人類 失誤與他可以主權案 那這種常駐牌珠的價值又再度的提升了 那在天造跨河的檔史也是非常神的卡片 練起來絕對賺的 那再來是梅林 作為妖精可能來解一補盾牢或增傷都好用 那亞瑟則是有這個固定版面 有人類有光隊就會用他 那再來這三張卡片都有用 一個可以擋死 然後這張卡片當隊長 在解一種比較簡單的地獄集 還可以速刷全木成就 那全火隊 如果說你沒有火隊隊長的話 你就可以練信長了 其實這三張就是看你 如果說沒有類似的功能卡 就練他們就可以了 好 那再來 比較特別是蛇夫座這個系列 那官方有說在近期可能會開放潛能解放 所以抽到這三張 請大家先不要急著賣掉都留下來 好 那再來是鷹的部分 那這個鷹的話有玩純妖再練就好了 因為他有那個固定的版面 其實史車菊也玩純妖也可以練啦 他有那個加combo的部分 這邊忘記不要到了 好 那再來是這三個系列 這三張卡片 有玩龍隊可以練這兩張 一個固定版面 一個加combo 有玩魔族跟火隊可以練這張 這張是極限 增加combo 所以這三張 都還算是可以用的隊員 好 那來到最下面 這個一個檔史 一個是獸隊牌珠加檔史 一個是獸隊一消 那有玩凱撒的話 基本上 這兩張都可以練 那這張的話 現在可練可不練 主要是特殊的時候會上場 好 那再來到下一欄 這邊是機械竹少數的解鎖 所以有玩莉莉絲可以練 那個機械竹炸板 也算是可以練啦 好 那來到下面的部分 鑽石跟翡翠 就是妖精兩大神卡 有玩黑金打擊是一定要練的 這兩張還是會用到的 好 那再來是倉碧 倉碧帶有這個變身 還有多段的解鈍能力 看到就直接練起來完全是很賺的 那再來是這張 是獸隊的解拼圖盾功能卡 也還不錯 好 那接下來來到這一個 這個是神族加combo的部分 所以有玩純神隊 沒有加康的功能卡 就可以把這張卡都練起來 好 那再來這三張也算是有用的 首先是櫻格力 櫻格力當隊員可以二燒 可以解高礦盾 那打格就是超級神的卡片 自帶超級多的解鈍能力 可以擋死啦 可以無視工錢等等 有的沒的的 所以如果有玩獸隊 有玩木隊是一定要練打格的 那再來紅藍 反正放進純龍隊裡面來講 可以轉出個固板也還不錯 好 那再來有玩純神 要加combo的可以練這一張 好 那最後則是這三張 那純暗隊可以用基層 可以繼承傷害 甚至現在還有人用基層來速刷 解這個龍族成就也都不錯 那這張飛鷹的話則是純獸隊 可能要拆炸彈的時候才會用上他 或者是解碎裂版面 也會用 所以有玩凱撒就可以練這一張 那這一張主要是放在龍隊裡面 解高礦盾 他可以自選兩種珠子一消 還算可以 所以也是值得練了一張卡 那這樣分析完這次的古壁封印啦 那希望有介紹到大家有疑惑的地方 那有什麼更多問題都歡迎在這部影片底下留下你的看法 如果大家還喜歡看到類似的影片 別忘了開按下你的訂閱按鈕 以及旁邊的小鈴鐺 下次有新的影片就會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就下部影片再見 謝謝大家掰掰